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节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打开使徒行卷 看到第二十二章 来年十一十二节 我因那光的荣耀 无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士阁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着律法是虔诚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所称赞 这段经文 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经历看到 主耶稣不愿人失去他 会把在错误跑道上 狂奔的人拉回来 他更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主 当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 接下来需要的帮助 他都预备好了 好 现在让妈妈带宝贝 从这段经文的领受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人生跑道上 求主帮助我和我的宝贝 一直对准你 谢谢主提供我们 可以完成使命与工作的一切助力 谢谢主用美善的力量 遮盖我们 主耶稣 你是与人感同身受的主 请你让我们不会自私地忘记别人的需要 更请你常常激发我们内心 寻找可以帮助人的方法 因为耶稣 你也是这样做 求主耶稣 借着我们来影响身边每个人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